好 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0月30號凌晨3點45 好 那今天就趕快把這個功課做一做 這個是琵琶的試煉之地 琵琶的試煉之地 新的綠衣英雄的角色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超級柯難的 超級柯難的路線圖 然後到時候我在那個影片下方 做這個過關紀錄說明的時候會比較清楚一點 總之這個地形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1234這邊打完之後 然後再打左邊 然後再打9然後繞過來打10 然後再打11 12 超級柯難的畫面 因為我的那個美術很不好 就懶得做圖 我們就大概有一個概念 好 那我們就回到這個遊戲裡面去 然後我們打試煉之地 好 那就按照剛剛那個圖 從這個 這邊開始先打 然後就邊推邊打吧 然後這個到時候就是我會把這個每一關過關的這個時間點 寫在這個影片的下方 那這個過關的過程呢 就比較攏長 所以說可以跳著看 可以看下方的那個 關鍵影格說明 那琵琶的話 你放在這個中後排的話 他這個怎麼講 就是這個什麼琵琶大轉移 就不會 就不會失誤 那琵琶他因為他變成這個相果之後 閃避力會變很高 所以感覺上站前排也很好玩 但是 不知道說他這個變身會 會什麼時候 才會變喔 那可是說這個試煉之地啊 他是沒有專武也沒有家具 所以說我們就只能簡單測一下而已 好 那我們來看看說這個 第一關我們要用什麼角色吧 什麼角色比較強勢呢 我覺得奈拉很強勢 奈拉拉 拉兵魔 拉福克斯都不錯 那老鼠的話 這個敵人不會衝過來 會啦 薩特娜會衝過來 然後有盾嗎 木盾是不是 然後木盾女僕加光法嗎 這樣子會有一個光環 試試看好了 這樣子行不行呢 琵琶站前排行嗎 琵琶跟 琵琶跟司克雷格硬剛還是很危險 琵琶站前面應該還是不行 那就女僕吧 那就女僕站前面吧 石克雷格衝啊 冰魔變成了相果了 大招是 變出了雷電喔 喔剛剛那個琵琶 隨機大招變了 莫琢斯變相果 哎呦 速度可能可以慢一點 找到一個過關的方式 好第二關 好繼續 我們其實可以 不用那麼快 我看不用加速了 我們用一般兩倍速就好 喔開出大招了 大招怎麼又是雷電了 好 看來這個陣型還不錯喔 都是讓 女僕去找琵琶 炸一下 冰魔開大危險了 有把誰變成相果嗎 讓冰魔開大就麻煩了 看來是輸掉了 好所以這個陣容是不行的 有羅萬有冰魔真的是麻煩 他應該是拉冰魔吧 這個奈拉換個位置 反正不管怎麼樣位置一定要換 因為這個一次不過就絕對不會過 試煉之力是這個樣子 我的木盾去 去保護光法 啊 光法炸下去傷害力不怎麼樣 這個光法這個光法這邊不怎麼樣 看一下換個角色好了 薩菲亞 趴趴熊跟老鼠 這樣會不會很好笑 薩菲亞趴趴熊跟老鼠 這樣湊一個光環 老鼠站在前排 哇 還是不行 那剩下的角色行嗎 薩菲亞集氣 一大顆 喔 薩菲亞在這個試煉之地 這傷害力很不錯 變相果變相果 變變變 還是沒變 沒有看到那個莫佐斯變成相果 好 那個薩菲亞傷害力第一名 靠他的傷害獲勝 好 再來是第三關 我們還是加速好了 因為這個是作業的關卡 那要拉誰呢 當然是拉光弓啊 對不對 阿塔莉亞過來的話 我們就對不對 就讓老鼠放個地雷 可是你要堵他閃的掉 哇 沒有閃掉 那就是代表是說地雷放不出來 而且不論你怎麼重來 他都閃不掉 因為這個試煉之地的結果是固定的 啪啪啪啪啪啪啪 琵琶的生存能力還不錯 好 這樣過關了 琵琶的傷害力是第一名喔 第四關 好 看來這個組合不用變 就用三滿血這樣子 這個拉誰呢 當然還是拉冰魔 誰變成像果了 是獅子嗎 喔 有薩菲阿 真好用耶 好危險喔 OKOK 反正可以過就好 過得漂亮漂亮不管 反正大家照抄就一定會過 所以以過關為前提 過得驚不驚險不重要 好 那這一關我上次過了 然後 可是我也忘記我上次是 是用什麼角色 反正羅萬一定要上嘛 對不對 然後奈拉的話應該是拉骨弓吧 然後我們選擇個三綠翼好了 三綠翼的話我們就 拉骨弓的話我們讓那個戴蒙去連好了 好 試試看這樣行不行喔 欸 骨弓瞬間被蒸發掉 欸 剛剛梳莉絲變成像果 喔 又變像果了 像果女僕 好強勢喔 好 過關 然後再來是 第六關 那我們奈拉護拉好了 奈拉護拉 如果拉孫悟空的話會讓這個 孫悟空一開始叫出一隻那個分身 因為孫悟空會 會有冷卻時間免控 哇 這樣看來是不行的喔 那就換一個位置 小換個位置試試看就好 不用 不用去重來 不會過就絕對不會過 孫悟空變成了像果 他不是會七十二變嗎 怎麼這個琵琶的這個大招都是閃電啊 好 過關了 再來 要連誰 連羅萬好了 然後拉誰呢 拉蝴蝶 奈拉先拉蝴蝶的話他一開始就不會放逐 印象中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弱傷去連羅萬這個是 如果說如果說你有弱傷的話對面有羅萬可以連得到的話 盡量讓這個弱傷去連羅萬 因為羅萬有那個冷卻免傷所以說還蠻麻煩的 讓這個弱傷去傳導能量是蠻好用的 好然後這個是新的 新的隊伍了 這個隊伍好像沒有什麼強攻守 我看一下怎麼用 可以上四個綠翼喔 大樹跟希瑞絲跟小羊 超級補 那再來一個盧米蘇 那不是變成超級奶隊嗎 那還是要一隻攻守吧 依莎貝拉嗎 還是我們打坦一點 超級大補完 有小羊有盧米蘇然後全靠琵琶打 行嗎 我們這個隊超級奶 那個有大樹在場後就是他會緩緩的幫就是 我方我方這個這個 血少的人補血 他的那個回血量是以你現在 少的血的那個那個量去看 所以你的血少的越多回的越快 好看來這樣是可以的喔 奶隊一次一次就過 再來是第幾 我看一下我的那個值 我們再來看一下我的精美的圖片 好我們現在打到了第9關 然後10 11 12 OK 現在是第9關了 第9關在這個地方 那 這個的話埃隆會吸 也沒有人可以克制埃隆吸喔 吸就給你吸吧 還有光光射喔真麻煩 變相過了 哇 哇哇哇哇哇 行嗎 不行 所以這樣是不行的 那就換位置吧 上面有埃隆下面有光光 這也是蠻麻煩的 喔大樹開大了 盧米蘇補血 行嗎行嗎 喔唷 差一點點差一點點 那這樣子還是不行 那不要不要小羊 小羊剛剛有沒有作用啊 還是獅子勒 我大獅子向前衝 這樣子試試看好了 好 兩個滿血 衝啊 獅子鎖血 衝啊一邊鎖血一邊回血 行嗎 啊不行 那這樣子的換個位置 衝啊衝啊獅子 欸欸獅子趕快去砍那個橡果埃隆 衝啊衝啊衝啊 行嗎 啊還是不行 難道是要用亞瑟嗎 亞瑟然後然後可是琵琶 琵琶那個不是普通攻擊呀 亞瑟呢 亞瑟是超級坦 有用嗎 亞瑟坦在前面然後讓琵琶普通攻擊 普通攻擊用比較快嗎 喔亞瑟很坦耶 而且琵琶剛剛是5殺啊 喔這樣是可以的喔 好所以說找這個第九關 要上亞瑟 亞瑟站在下方這樣就過了 這個的話我剛剛是用羅萬 欸這又是新的隊伍咧 欸有光盾耶 然後又有奈拉 欸那這樣子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吧 奈拉當然是拉埃隆啦 然後我們上一個 洛桑比較好 哇這樣就沒有光環了 但是我還是喜歡洛桑啊 連連這個肥肥的斯克雷格好了 好這樣子 希望一次過 希望一次過 哇唷天氣來囉 梭麗絲的天氣來囉 好一次過 OK這是第10關 再來是第11關 這邊 然後 剛剛是上亞瑟嘛對不對 然後亞瑟配誰呢 西瑞斯大樹 跟 跟個盧米蘇好了 這樣子 盧米蘇站在亞瑟後面 不對呢 這個是試煉之地的亞瑟 所以他沒有專武耶 站在亞瑟後面並不會讓那個 普通攻擊速度變快 喔 元氣彈 哇 被對方的元氣彈 這個砸死 對面有這個薩菲亞 所以所以我應該要打要用快攻型的 那就是獅子吧 獅子會會往前衝 然後 亞瑟 大樹這樣子嗎 欸 不行耶他要 奈拉會拉人 好隨便 就這樣子吧 獅子看可不可以向前衝突破 突破趴趴熊的包圍網行嗎 睡覺 喔 對方睡覺 這個是隨機隨到了這個 隨機隨到了塔西的那個 塔西的那個大招 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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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喔 這一關是這樣過的 隨機隨到塔西的大招感覺上還是有用 如果說蝴蝶再加上 琵琶兩個在場的話 睡了又睡睡了又睡 保安可以這樣子嗎 對不對 然後這一關的話 那我們的隊伍就先不變吧 獅子大樹加希瑞絲 魯米蘇 坦坦的 補補補 哇 魯米蘇掛掉了 感覺這個琵琶算是可以 就是算是關鍵的角色 這一關的話 那個亞瑟吧 希瑞絲 希瑞絲的那個大招傷害也不錯 依莎貝拉應該不用對面也沒有什麼耀光的角色 好吧我換一個亞瑟就好 換個亞瑟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幫助呢對面有蝴蝶喔 死光光還有索羅斯 對啊我索羅斯在上面扛著沒有用 那換個小羊呢 這個過關要用哪個角色呢 亞瑟來了 喔希瑞絲噴水炊 哇 我被那個老鷹的那個大漩渦 綁在中間了 希瑞絲在噴水炊 可以了吧 穩穩的我的血量很健康 超級大奶隊 大樹能補 小羊能補 你又變成橡果了 好剩一隻討厭的蝴蝶 OK好過關 感覺上這個難度跟亞爾貝德比起來這個 琵琶的這個難度比較低喔 好那試煉之力這樣就過關囉 那有關於琵琶測試在 在另外路吧然後我們這一個就是純粹就是琵琶的這個 試煉之力過關的這個紀錄然後 抽到兩隻都是那個大樹 兩隻都是綠翼的角色 好吧 那總之就是我會把那個數字列在下方 就是過關的數字跟影格在那個下方 所以說 大家看那個影片的下方跳著看就可以了 好然後 這個攻打的這個這個 順序就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超級 超級簡略的這個這個這個影片 OK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拜拜